广东vs浙江裁判陷入巨大争议 义剑联罕见不理智 浙江总经理暴怒 广东vs浙江是一场万中瞩目的焦点战 因为广东对伦修威姆斯 从而演变成了全华班的对决 让球迷对这场比赛颇有期待 这事发生在义剑联刚被替换下场不久 广东对进攻回合 任俊飞内线强打不中后 篮板球弹出被无钱拿倒 然后扭身就准备发动快攻 不过此时胡明轩正好就在他身后 于是两人撞在一起 裁判当即吹罚胡明轩犯规 这也是近期球迷之间最热议的话题之一 CBA裁判频繁有着争议的吹罚 让大家对他们的业务能力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就在这场比赛前 北京和四川的比赛中 方硕站着鼓动 袁唐文主动撞到方硕怀里 都被裁判判了为体犯规 虽然在得到北京对抗以后 回看录像改为了普通阻挡犯规 但依旧在球迷圈落下了口识 不得不说最近裁判们也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了 如果这样的吹罚延续到季后赛 而且在本赛季前两轮一场定胜负的前提下 出现错误判罚造成的影响会相当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